來來來 看過來呢 現在呢 是在哪裡呢 喔 我們到了恆春了啦 這是在恆春市區喔 再往墾丁的路上啊 會看到這一間飯店 就是墾丁假期 墾丁假期 它是F F系列的 可以拿F的住宿券來這邊住 那有什麼好處呢 跟別人不一樣在哪裡呢 就是如果拿住宿券的話呢 它會送你晚餐 然後我們社團住宿送晚餐 那現在呢 9月底前的話 應該說10月底前講錯 10月底前如果你不送晚餐的話 可以一張住宿券 住兩個晚上 啊假日另外再加價800塊 平日是可以住兩個晚上 那如果不住兩個晚上 住一個晚上的怎麼辦呢 送你晚餐啦 是怎麼樣的晚餐 我們來看一下呢 現在看到的是四人的晚餐 那因為現在呢 它不能在裡面吃 我們先拍給大家看 我們一樣是腦眼 因為看到大姨在拍了 我們會給大家看了一下 看一下之後呢 是拿回房間吃 它是拿回房間吃的晚餐 給大家看一下 菜色是非常豐富的喔 四個人的餐 真的有魚 有蝦 上次來是這樣 我們來看這次我也是 又換 看一下有沒有換的菜色 因為我們吃了好幾次啊 說真的 我們知道寒暑假 都很喜歡來墾丁 那來墾丁的時候呢 這一間是超級划算的好選擇 大爺非常蠻迷非常得意 為什麼呢 他覺得要省了一餐 來這邊呢 太誇張了 午餐一湯喔 還有點心 還有飲料可以喝喔 我們看一下到底有多誇張 多豐富呢 可以看到這個呢 是來這邊肯丁喔 很多人都知道這個 叫做情人的眼淚 是那我情人也認識這個嗎 還是魚來菇嘛 魚來菇啦 就叫情人的眼淚 魚來菇 他就叫魚來菇 然後來這邊的話 很多路邊的一些海產店啊 他們都會有這一道菜 叫魚來菇 這個是四人份 超大一盤的 那這個呢 可以看到這什麼 這是屬於 這是屬於醬菜黃瓜嗎 這是什麼瓜 看起來很像醬菜黃瓜那種感覺 有小瓜瓜在裡面 醬菜黃瓜瓜瓜的感覺 這個我等一下問一下是什麼 這我看不出來沒有吃 那這個呢 這個是 蘿蔔 紅蘿蘿白蘿蔔 還有香菇 還有排骨湯 料非常豐富的一個湯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呢 這是什麼 這個好像也是菇菇的 這個是一種 這是不是什麼 海菇 請問一下 我問一下 請問一下 這個是什麼 那個什麼海什麼菇是不是 那個是 海香菇 對不對 海香菇對不對 沒錯嘛 海香菇 那這是情人演這沒錯 你沒叫錯對不對 對嘛 我就說是 然後這個是 對我記得是那種 叫做海香菇的一種 對不對 它是深海魷魚的那個 就是尾巴 尾巴部位 深海魷魚 海香菇 好特別 海香菇 很像 可是其實它是算海鮮 對對 算魷魚 魷魚的尾巴 對不對 它是魷魚的尾巴 它是尾罩 感覺好像真的好像香菇 但是其實它是魷魚的尾巴 那這個呢 是鴨肉 對不對 是鴨肉捲 這個是鴨肉捲 鴨肉捲來看一下 這邊呢很多人知道 恆春呢 來恆春都會吃到鴨肉 我個人也非常喜歡吃那個鴨肉 來恆春這邊的話 還有那個鴨蛋 鴨肉這個 那這邊呢就直接給大家 上桌的就是鴨肉捲 鴨肉捲 完全沒有骨頭喔 老人很好 直接咬 小孩也很好咬喔 都沒有骨頭 已經都五骨的 已經直接是鴨肉片 把它做成鴨肉捲這樣子 好再來我們看到了 剛才有說到 有海鮮出現 還有一個更厲害 大家一定覺得 眼睛為自己一亮的就是 大蝦子 這個蝦子你看 哇整盤的蝦子上桌耶 來這邊呢 很多人都會去海鮮店喔 吃海鮮 那這個呢也幫你上桌 海鮮就是蝦子耶 喔有沒有看到 現在五菜一湯 完了沒 沒有還沒完喔 竟然還有甜點出現了耶 哇超讚的 四人份的甜點喔 還有看到嗎 柳丁汁 果汁 有四杯的果汁 超豐盛五菜一湯 完全是免費的一張住宿券 一張住宿券 一整年都是這樣優惠喔 一張住宿券 住一晚又送你四個人的套餐 五菜一湯 或者是兩個人 他也有兩人的兩人券 一樣送兩人的套餐給大家喔 是真的超划算的好選擇 而且呢這邊呢 離墾丁那邊又近 因為他是在恆春市區 重點恆春市區呢 還可以逛街也很方便 去老街 不管是恆春老街 或者是禮拜天的夜市 夜市更厲害啦 夜市就插著後方 恆春音樂那邊有一個夜市 其實是禮拜天的夜市 其實真的要走是走得到的喔 是可以的喔 OK 那介紹給大家 這麼棒的五菜一湯囉 謝謝